据媒体报道,Barlingson夜店营业社长为中心的一批原Barlingson夜店工作人员最近在首尔江南开设了一家新的夜店 而这家新成立的夜店聊天群中,最近又出现了谈及性骚扰等犯罪行为的对话 从被曝光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,一位职员大谈夜店职员曾与女性顾客发生关系 虽然这段聊天记录已被证实是相关职员撒谎 但曝光后依然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 随即韩国警察厅就在今天上午举行了紧急应对会议